梁顿巨石吊挂在天花板 就在花蓮火车站 只是怎么感觉怪怪的 曾经放在这的装置艺术 竟然不见了 抬头一看 屋顶出现裂缝 造成漏水 花蓮车站西站穿堂中间 以四条钢索悬空吊挂 一座梁顿重的蛇文石 装置艺术吊挂三年了 但疑似建筑太老旧 超过四十年 巨石重量太重 屋顶出现回顺 考量花蓮长长地震 只要一发生巨石就会晃动 造成拉扯 就怕一个不小心掉下来 砸到人养货 贫固过后决定先移除 暂时放在公务段 而这个巨石也很特别 是由花蓮特产的蛇文石 设计师打造一座长一公尺 宽60公分的装置艺术 花纹不规则 椭圆形没有经过雕琢 只有标面抛光 当时有详细计算 钢索承载重量 固定方式等等 确认没有危险 只是三年 天花板还是不堪负荷 在今年七月开始要 因为我们花蓮东出口的部分 有严重漏水的状况 那我们就一并检讨 整个站区 包括我们这个西出口的部分 站长表示早期车站 屋顶是用水泥板 中间有保力龙夹层容易吸水 这回会全部换成多道工序 防水层预计三月完工 虽然很可惜 但为了乘客安全考量 只能先暂时说再见 未来铁路高架化 如果有适合的场域 会再摆放展示 TVBS新闻高中也身份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